好 那我们欢迎叶金武教授给我们带来报告 首先感谢这个联俊 还有这个证科院给我这次机会 跟这个特别是 曾学生分享我最近的这个工作 其实刚才我也听了三位教授的这个讲座 我也尽管我做物理很多年 我也学到很多东西 刚才三个讲座是讲天 天上发生了什么 今天我觉得有天也有地 所以我想讲一下地上发生了什么 然后天和地是有关联的 刚才我想这个爱因斯坦趋现了很多事 这个没有吗 有吗 大家看得到吗这个机关笔 有吗 我怎么看不见呢 你看到了一点的吗 我是没看到 好 我就接着讲 爱因斯坦刚才大家趋现了很多事 讲这个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 因为我今天是讲这个地 地上发生了什么 所以我更强调的是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 然后还有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前面几个教授都没有提 这也是我这个 今天比较想强调的那就是安德尘 我们这个安德尘做的方向 主要是在地上发生了什么 是跟这个爱因斯坦讲的是另外一个方向 那么 那哈提区的观念就是说more is different more is different的概念就是在我们地上 比如说单粒子是量子力学描述 很多粒子相互着硬的情况下 曲线的这种我们把它叫做活作现象 或者叫做emergent quantum phenomenon 那么我的贡献或者我最近的工作就是研究 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用在这个 跟安德尘结合起来会产生什么新的效应 天和地的 这个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倒不是讲天 也是讲天和地都有 那么我把这个狭义相对论用在这个more is different 实际上more is different可以从这个大家的行为来体现 比如说一个人的行为是什么 你们每一个同学的行为 然后大家形成一个集体以后 这个集体的行为 这个就叫活作现象 那么刚才真学生问了两个问题 都是成一个问题 那就是真学要学好什么 我觉得我的回答 可以补充刚才两位老师的回答 那就是要把这个哲学学好 就是毛泽东的哲学家和战略家的思想 我想大家都要学这个 我认为这一次这个论坛可以用 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在哲学的高度 提出了这个天和地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200他写到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实际上就是讲的 刚才几位教师讲 它的具体内容在物理上就是说 这个语度是怎么来的 就是大爆炸理论 成为一个single light 然后这个语度背景辐射 那么明天的talk也会讲这个物理的实现 毛泽东的哲学上已经有这个意义了 然后刚才那个陈老师讲的这个ADS、CFT 就讲引力 也可以成这个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多取政权的这个农村跟城市之间的这个边界和这个从事的关系 刚才讲的这个 刚才讲的这个 毛泽东的这个哲学思想就是说 这个 Gage 在boundary的Gage 和Buck的引力之间的对我关系 刚才陈老师强调的是这个 四维的杨某市场 我本人跟其他两位科学家是讲低维的 SYK 这个完全是地上的实验 你们知道SYK 这个 我的讲座不是讲SYK 因为SYK就是disorder Dissorder的系统 这完全是材料 或者像农村一样 很多 Gage 很多垃圾 但是它包含了这个引力的信息 就是说这个 然后 1960年毛泽东也写到物质是无限可分 是吧 我们这个分分分 是吧 分到下面分不下去了 我们比如说分子原子 分到这个原子和跨克 分不下去了怎么办 那就只有新的理论 那就是 刚才这个卢教授 陈教授 还有下面 吕洪教授要讨论的这个M理论 然后这个 当然最真 毛泽东也写到 实践是解决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么这个 最真的还是要 有实验的测量 Gravitation wave Hawking radiation 这个都是明天的talk 我只是说 这一次这个Fallum可以建立在更加 比M理论更加高层次的 就是哲学的程度上 同时呢 这个SYK模型 显然也是为这个实验提供了一个投进 就是刚才陈敏教授提到的这个QBITS 我们用QBITS可以实现SYK模型 同时来模拟这个Black Hole 和这个纯动 当然我今天的举题 那是要讲地 那么讲地呢 是零年毛泽东也写到 把日本侵略者 埋葬在人民战争的 湾羊大海之争 这指的就是 从物理上我是这么理解 就是说 很多相互作用 我回到地了 地就是讲活作现象 很多相互作用的例子 产生了新奇的活作现象 那么我就回到了 统计力学 就前面三位教授都没有提到统计力学 那么凝聚太物理 就是我们的材料 材料里面是很多 你们哪一款材料 你们就是在 任何一个实验室里 都见到很多材料 是相互作用例子 很多例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当然这个刚才提到 黑洞也是这个统计力学 有温度 我们现在就提到温度的概念 那么今天我要强调的就是说 这个系中是统计力学 凝聚太物理是统计力学 这个是前面几位教授 没有剧重的地方 那么18年 毛泽东也写到 百万熊是横渡长江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横渡长江 任何阻力都不是阻力 永万之前 在凝聚它里面对应的 就是活作现象里面 最强大的情况 那就是潮流 潮流潮倒 就是没有阻力 它的流动是没有阻力的 任何都不能阻碍 这个潮流潮倒 这个对能源的节省 也是对现代工业的影响是很大的 然后趋现了拓谱现象 那么80年以后 这个量子霍尔效应 量子霍尔效应的这个边缘碳 还有这个拓谱 就是最近20年的这个拓谱现 这个表面碳 那么今天我主要是讲 这个活作现象 或者戏中 那么这是我这个 那么就是把艾斯坦的 狭义相对的 跟这个材料结合起来 会有什么新的效应 这是我今天的这个 主要课题 这个首先我要向大家报歉 因为我在你们中学的时候 我这个拼音没学好 所以我一直学被拼 我就觉得英文稍微快一点 所以我想大家抱歉 要向前面两位老师 那两位老师 我不知道他们拼音怎么那么好 所以我就先讲一下 这个狭义相对论 和more is different的联合 然后讲一个way of the city的展开 刚才那个陈彬教授也提到 这个狭义相对论 这个有一个小链 他提了另外一个 广义相对论的小链 那个是我今天不提那个 我就提这个狭义相对论的小链 为什么这个展开 对材料是有意义的 而对高能物理 它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高能物理 就是熟度跟C接近 而你材料物理里面 我们是有一个小量的 那么这个小量 如果真的是第一基 最第一基就是加力量变化 刚才陈彬老师 宣称加力量变化 所以我前面吴老师 然后卢老师和陈老师都学到 我自己学到一些东西 所以我一直不肯走 所以我提到那个 刚才学生问到那两个问题 这两个老师都有些紧张 我不紧张 因为我知道 就是要把毛泽东的哲学 精神学好 对你将来物理是有指导意义的 那么 狭义相对论的最低近视 就是这个加力量变化 然后我就讨了一个 因为这个相变 大家在地上经常看到相变 那么对我今天要提的是量子相变 然后这个量子相变是 我们知道的这种液体 我们知道这个水你降温 结冰 这就是一个相变 成这个液体变到固体 你升温 你加到一百度 就变成蒸汽了 这也是一个相变 但我讲的是低温的量子效应 造成的相变 然后这个 我有一些跟这个引力的联系 我就因为时间有限 我直接到这个实践式 解释真理的唯一标准 因为地上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可以对天来说 做实验更好做一点 然后就conclude 我首先 这个讲一下 爱因斯坦的这个 狭义相对论 我今天以后我就不谈引力了 所以在我的讲座里面 是没有引力的 只是讲狭义相对论 等时空观 那么呢我们知道这个 刚才陈敏老师和卢老师也讲了 对这个 我们知道陈这个量子产论是 凌温和没有chemical相对 是真空的情况下 真空的情况下 必须满足 爱因斯坦的这个狭义相对论 那就是说 有任何物理形式是不同 是不变的 观数是最大的 但是 我们也要想到 我们 现实生活并不是凌温 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 有温度的环境 那么 这个 如果有温度的情况下 很显然就没有 无能词不变性了 就是说我们 讨论的禅论或者玄论 第一次的宽带热性 基本上的温度都是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罗伦斯不变性是 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律 但是只要加上有限温度 我们就知道 这个 已经不是基态 它已经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热态 或者说 entanglement 是Q-state 到了Mi-state 这种情况下 只要不是中空 我们就 罗伦斯不变性 就已经被broken了 所以我今天想强调的是 罗伦斯不变性 它在高龙物理非常重要 在地上也很重要 但是它broken了 它已经破缺了 只要有有限温度 就已经破缺 然后 在曲线很多粒子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broken 那就是加上了 chemical potential 所以我们 刚才几位老师 可能更强调的是 灵温和 没有中空的情况 或者真空当然是有展露 是没有chemical potential的情况 那么我现在要讲的这个 有限温度 和有限这个 有限温度 或者有限这个 chemical potential的情况 比如说 刚才讲的真子心 显然是要有 chemical potential 或者现在做的 Large Hydrogen Collider 是有限温度 温度非常高 这个 Heavy Ion Collider 这是有限温度 和有限的chemical potential 这种情况就逐渐 就是说 我们知道 有 这个 材料跟那个 残温之间的 主要区别是什么 就是很难 你说在这个 QCD 或者是说 Electron Week Interaction的时候 它是有限温度 但是都是 有限温度的相叩 就是你加温以后 对称性 恢复了 Higgs膜都消失了 这是有一个 有限温度的相叩 都是有 有限温度的 这个 Remo Transition 但是很难 至少我没有看到 大家讨论 在Standard Model 或者旋论里面 灵温的相叩 比如说 你看到引力的 所有的相叩 都是有限温度 比如说 在这个引力 这边 有这个Hawking Page Transition 在Boundary Confinement Deconfined Face Transition 都是有限温度的 那么这个对宇宙来说 我们知道 也是一个有限温度 从非常高的温度降下来的 那么我们凝聚态物理是什么情况呢 怎么 那么这两个主要的分支 就高能物理和凝聚态物理 这两个主要的分支 的联系是什么 我还想强调一点 就是说 为什么有限温度 在材料里面这么重要 那就是因为 我只要到有限温度 我就可以计算配分函数 那么配分函 因为我刚才说了 有限温度 就已经没有罗伦斯不变性了 所以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我们要 要小心 怎么去应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是讲的灵温 和真空的情况下 这个 一些形式是一样的 但是只要有有限温度 它就有这个 就有mixed state 这个情况下 不成的参照系 配分函数是不是 罗伦斯不变的 就是说 它是依赖于参照系的 因为我们没有 罗伦斯不变性 那么 粒子物理怎么 怎么close over到 凝聚态物理 刚才 吕老师和陈老师 也讲了 在这个能量 越来越低的情况下 它们的能量还是 相对于凝聚态物理 还是高能物理 凝聚态物理 能量更低的情况下 我们就会曲线 这个 能量更低的 像原子核 跟电子就分离了 那么呢 这就完全破坏了 这个 罗伦斯不变性 那么 原子核呢 就形成了固体 我们可以看到 什么是材料 我在讲地 什么是材料 固体 然后 电子 在固体的运动 原子核 跟电子完全分离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 就 必须引入 化学室 来描续 多少个电子 和电子之间的 相互作用 这就是 我讲的这个 材料 或者是说 一个多体体系 或者说是一个 系中 我们必须用系中 来描续 这个固体 哦 搞错 那么 对于材料 我们可以 测量的手段 显然材料 地 是比较好操作的 实验工具也多 温度 磁场 电场 压强 和这个 电子的密度 然后 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灵文 也可以出现 很多不同的真空 灵觉态的真空 是非常丰富的 中空跟中空之间 就会有量子相变 这就是 Anderson的 这个 另外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这个 我今天想强调的 就是Anderson的 more is different 那么 Anderson的more is different 我把它分为两类 一类我们大家是熟知的 超流 超流就是说 流动起来 是不需要 流起来以后 那就是百万雄师 横渡参加 没有任何阻力 任何阻力都不足以 阻挡它的运动 就是任何阻力 都不是阻力 那么超流 是一个中性的系统 所以没有磁场 那么它 你可以看到 宁闻的时候 我加压 就有超流到固体的 相变 这个呢 就是 量子效应 超成的 我们刚才所说的 那个水呀 结冰 然后可以变成气体 那是温度超成的 经典的物理 就可以解释 当然都是 统计力学 我今天要强调的是 统计力学 那么呢 这是量子效应 超成的 这个时候呢 当凝聚态物理系统 以后 关速就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 我们这个系统 这个有一个 本征速度 这个本征速度呢 这里在本征速度 就是生子的速度 材料里面 风浪的速度 这个速度 远远远远小于关速 这个系统 也没有螺能持不变性 但是 如果我们要看它的时空 我们还得做 螺能持变化 螺能持不变性 已经没有了 但是我们两个 看长朝系之间的关系 我们还得做 螺能持变化 但是 我们有一个优势 有个 螺能持变化 如果跟螺能持不变性 量子产能配合起来 是很好的 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我们的系统 已经没有螺能持不变性了 而且又曲线了 新的本征速度 远远小于关速 那么 最好 一个很好的近视 就是 只考虑零级见识 那就是把关速 居向于无限大 所以我最近 我 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17年前 我就考虑了这个问题 我最近因为 最近其他工作 我觉得我把这个问题 已经解决了 就是 超流里面 怎么形成超固体 然后 当然我还讲的 量子货效应 量子货效应是电子的 那么就有 带有磁场 带有磁场 那么这个时候 做楼人持变化 就要小心了 因为磁场跟电场 我们知道 刚才 三位老师都讲 那他们之间是 相互卷放的 变和磁是可以 通过变化 相互卷放 他们是等于 一个硬币的 两个 两个面 是可以 你硬币翻来翻去 所以这个时候要小心 这个时候 就要到一次项 做这个 罗伦斯变化 你要到一次项 来研究这个量子货效应 这个是 八九年的 诺贝奖 所以说这个时候 有磁场的情况下 稍微复杂一点 然后我们 对这种 我们知道这个 现在 材料里面 有一种新的态 叫做 脱普绝运体 脱普绝运体 或者 这个时候因为 我们知道这个 迪拉克方程 要做非相对能性进士 就得到了 你要展开到 VFC的平方 你才能得到 这个 智雄格斗尾盒 那么这个时候 你 对应的变范 也必须做到 VFC的平方 这个 就非常难了 我今天 要focus的 不是这个 就讲的这个 Larget system 您 我们知道 这个高能物理里面 很少 牵涉到这个 金格 因为 都是连续体系的 那么 连接它的一个重要的 这个 新鲜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材料里面 都是有Larget的 那么就形成了 这个Discrete 这个Translator Signature Broke 已经破缺了 那么这里面会 因为Larget的承扎 就会 也 Larget是一个 很重要的 有Larget就出现了 很多量子向电 出现不同的真空 这个也是 Anderson的 more is different 就是more 你越来越多的 这个电子 会造成 不同的物理现象 那么呢 我今天要讲的 就是这个 Larget system里面的 这个 Superfluid 到MotorTide的 这个向电 那么这种情况 因为它是个 真心系统 电中心系统 那么呢 我就到这个 VFC 实际上把光速 趋向于无限大 就可以了 这就变成了 伽利略变化 我们又回到了 这个伽利略时代 但是 是个量子的 活着现象的 一个结合 会炒成很多 新的效应 这就是我今天的 这个举题 这也是一个 最重要的 这个Signature 这个实际上 我不会讲任何细节 那么 我们知道 爱上的 下一相对论 就是一个 就是两体问题 或者是说 我推广到 量子产能 也是个 量子产能的真空 也是没有例子的 那么就是 系统和Observer的 两体问题 这个时候 相对认论就够了 所以这个 狭义相对论 用在量子 这个 产能里面 是非常 Stateforward 但用在 凝聚态务理 或者说 统计力学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这也是我最近 这也会引起 很多争论 但是我认为 我是对的 这个是什么呢 如果你用到 统计力学里面 因为毛泽东 讲过 这个 蜿洋大海 那就是Riserva Riserva 非常的重要 实际上用到 系统里面 我还真没有看到过 以前有人坐过这个 就是说 怎么用在 其他人 我们现在 已经不是点丽子 弦也是一个 它一根弦 你这一根弦 在动 然后 那么 统计力学 那么我就有 Riserva 还有这个 三体问题了 三体问题 也是more is different 这就复杂了 怎么用这个狭义相当论 很容易就是说 比如说我现在想讲的这个商口是什么呢 有金格 还有这个玻射纸在上面跳 这是一个商口 同时 我们知道我们学统计力学的时候 我们学量子力学 我们也都学统计力学 实际上我觉得统计力学比量子力学更加 更加趋劈 它为什么有很多假设里面 这个我是很希望教统计力学的 可是我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个机会 所以呢 那么这个整是有一个瑞射网 那么就有两种情况 你一整个就是 我这个observer不变 整个系统在运动 系统在运动 我怎么观察这个量子相变 这里有没有我看到有个量子相变 一个是商口在动 这个observer不动 这个瑞射网就是我周围的环境 它里面有个系统要 这是统计力学的基本概念 也交换 它交换这个particle 也交换这个能量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瑞射网商口不动 observer朝反方向动 这种情况很容易 如果没有瑞射网 这两个是完全一致的 再来也是两个真空的 狭义相对论里面 因为我没有以太的存在 这两种情况是一致的 我也许吃中饭的时候 也得到几位全家的这个意见 我去年都把它单成一样 因为我忽略了这个瑞射网的成长 因为瑞射网这两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我的理论 我只知道对这种情况做物理 这种情况我觉得 我会采取一些结果 但没有系统的语论 而这个会采取一些 就是说整个系统有个 stand of mass motion 瑞射网和observer不动 就sample在动 那么呢 这个在地上是 还是可以做这种实验的 会产生很多新的效应 这就是我的最近的贡献 和这个 我想强调的是呢 这个 还想强调一点 我讲的并不是这个开放系统 我还是讲的统计力学 如果统计力学 有三整系统 唯政策系统 政策系统 和具政策系统 那么呢 我讨论的还是平衡系统 但是温度是怎么来的 因为 量子力学里面 你要引入温度 你就要引入resor瓦 决定温度 这个时候呢 这个系统和resor瓦 只是交换 粒子和能量 它没有硬碳固 这个resor瓦 实际上凝聚在系统里 是有粒子 因为我有很多粒子 我这个resor瓦 包含很多粒子 这跟真正的真空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原则上来就是说 这个物理是依赖于这两个速度的 一个是三个的速度 一个是这个observer的速度 不只是它的relative velocity 因为我们有resor瓦的存在 所以操作它们的物理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今天只讨论一个最简单的情况 就是resor瓦 resor瓦就是弯洋大海 里面有无穷多个粒子 它可以给系统粒子 也可以在系统里拉粒子 可以给系统能量 也可以在系统里拉粒子 它可以淹没任何度 这就是redo瓦 这个我们认为也不动 伤口在动 这个很好理解 那么我再讲一下量子相变 我还有多少时间 我这时间 我还有12分钟是吧 好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经典系统水有三个下 我们叫气 液 固 通过调温度 我们100度就变成气体 100度到0度之间就是液体 然后我再降下去就结冰了 我们到冬天 这个有三个下 那么那个是温度 是一个调参数 那么我现在因为量子效应 是凌温 这也是为什么 产能人都喜欢讨论凌温 那么我们都从凌温出发 我们讨论这个模型 叫波射哈佛的模型 这个叫波射子 我们知道自然就有两种粒子 就是波射子 那么就有一个是它们跳跃 还有一个是相互作业 既然是多体物理 就两个物理量 一个是 就是你们这些孩子 一个是每一个孩子的跳动能力 还有一个是你们孩子之间的相互作业 就这两个物理量 但是还有一个物理量也很重要 那就是看那个不贪小 这就表示你们都跟周围的社费是有关联的 这个社费就是环境 所以说有三个物理量 一个是每个孩子之间的自己的活动能力 还有两个 每两个孩子之间的相互作业 还有一个就是跟社费之间的这种这种差 就是说四差 所以说那么你通过调这两个物理量之间的内容 也会得到两个不同的相 一个比如说在这个TOU 这个活动能力很强的时候呢 就形成了潮流 刚才我说说的这个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那个潮流啊 没有阻力 另外一个就是不动了 就两个相 大家都不动 这就是摩托探 这个只有在经格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相变 因为只有在经格上才有摩托探 到了中间这一点就是发生了量子相变 这个时候温度是零 完全是调的一个这个参数 这就发生了量子相变 那么这就是相图 我们知道你随便也可以查到水的相图 是pressure 我应该把水的相图放在 pressure和温度 压强和温度的相变 那么这里呢 是刚才我说了 只有三个物理量我就形成V小 一个TOU 一个是Chemical Potential Over U 那么我们就得到两个相 模特相呢 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结冰了 炖不了了 而这个潮流相呢 因为就有点相当于我们的液体 可以流动 但是呢我这个潮流 那就更强大 这个流动就是百万雄狮过大疆 就是任何阻力都不是阻力 那么这有意 你这就是有两个相 这就是相图 那么这一点呢就有相变 那么呢 我们就 这是在隔点上的理论 那么我们就可以构造这个 构造这个产论 怎么描述这个相变 那么就用到了这个产论的工具 这就凝聚它跟这个高能物理的关系 因为我们的产论都是有效产论 而且我们的产论 是不存在这个 Art Wild 刚才那个卢老师 跟陈老师讲的这个 短距离情况下的发尚问题 因为我们都是从那几次去发 整个理论都是 well defined的这个artual value 我们更关心的是 低能的有效理论 因为我们的高能物理是清楚的 artual value 就包括SYK 为什么 SYK现在被大家研究了吗 SYK是一个隔点的理论 它的artual value就没有问题 我就看它的有效产论 我们不需要在artual value 它就做手脚 但是对高能物理来说 它必须做 因为它到很高能的情况下 它理论能发散 我们这就不存在一个 我们更关心它的低能理论 我们是越低越好 那边是越高越好 好 那么呢 我们就要构造这个有效产论 Z等一和Z等二的有效产论 那么 很形象 这个是大家都不懂 我产生一个例子 就有一个空学 这样我们自然就可以写去一个 很像高能物理的理论 这是有效产论 然后呢 我们有这个 和大家说 order parameter 我们就发觉了 这是有罗论子不变性的 但是这个罗论子不是我们 不是真正产论的罗论子不变性 是因为这个熟度 我们只要把 都是金隔决定的本正熟度 只要把它变成关数 就形式上就是 港人里面的 Five Force 理论 但是 这个 熟度 关数已经 不在这个理论里面 因为 我们已经 关数已经是无限大了 只有变成 系统的本正熟度 那么 同时我们的 这个真空 不是量子产论里面的中国 我们是有原子在上面的 这摩特态是它的 background 这就使得这个理论 只有这个假的 或者是说 emergent的罗论子不变性 而不是真正的罗论子不变性 因为 真正的罗论子 是在中空之上建立的理论 我们是在摩特态建立的 这也就是 Anderson的more is different 那么 这是Z 等于E的有效理论 构造产论 那么 Z等于2 也可以构造一个产论 这个产论是 二阶导数 这边是一阶导数 很显然这个 因为刚才 吕老师 陈老师都讲了这个 一个理论 但是那个 没有罗论子不变性 我 我会后跟 请教 这个 凝聚在里面 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罗论子不变性 我们当然可以写句 more is different 我没有罗论子不变性的这个 限制 会得到很多 其他有效感的 这个叫 实际上这个是 以摩特的 咖喱的不变性 好 那么 我很快就要结束了 那么 我现在要回答的问题 是 在sample 蹬起来以后 这个时空 发生了纠缠 这个像图 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是我要回答的问题 这个 没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 很遗憾 这个 在凝聚在里面 没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 因为 大家 他没有成这个思路去思考 那么我 怎么sample 动起来 我怎么做罗论子变化 这是一个 有意思的问题 因为罗论子变化 对产论 对典例子 都是好做的 对这个 我怎么 我刚才说了 我是 关注趋向于无限大 这个 这个 其实那个 陈斌老师以前 也做过这个 这个情况 我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 就关注趋向无限量 趋向伽利略 伽利略的这个贡献产门 那么我现在的动机很简单 因为 我在这个系统里面 关注就是趋向 可以趋向于无限大 那么两种做法 一种是 伽利略变化 在 Effective Action上 我做了这个 做家里里面 还有一种 是微观的计算 是在这个 隔点上做 那么 我刚才说 这两个 是复补的 因为 凝聚在物理 不存在着这个 arch wallet的 发散的问题 这就是 跟高能物理 最大的区别 我们是 直接在隔点上 做问题 也可以做有效的 这两个方法 必须一致 如果一致 那就 你就对自己的 因为 理论是有信心的 因为物理 主要不是数学 数学是严格的去做 证明 但物理是 要直觉的 那么我这个 Galilus 抢说 Mission 我稍微提一下 我就快结束了 我还有五分钟 五分钟 我都能结束 就 在有 我刚才提了 就是有效的 这个action 这就是跟 产能的联系 我稍微提一下 我刚才在摩托之下 我建立了一个 有效的 这个看上去 是罗伦斯不变性的 但是 是Sudo 罗伦斯不变性 因为这个本质 速度不是关数 然后呢 我们看到 由这个 对称性分析 我们知道做 无论是 这流动力 还是我们 我们先看 对称性 叫Global的 U1对称性 同时呢 有这个 Time Reversal Quarticle后 PiRT 就是CPD进行 不同的就是说 这不改变对称性 你这是改变了 Energy Scale 所以说 产能的那一套 都可以用 那么我怎么做 最后 怎么做 加力量变化 那么我们知道 你火车动 我怎么看呢 就是一个坐标 做个变化嘛 时间不变 因为我现在 是加力量变化 那么 我对这个产能 做加力量变化 这个 我们知道 大家学了 微积分就是 这个 坐标变了 这个微分也变了 这个 C呢 这不是关数了 这里只是 一个 移动的熟度 好 这个 然后我就做变化 就得到了 这个Effective Action Effective Action 这就会发现 为什么跟 真正的 量子产能 不动 量子产能 两个变化 之间不可能 有对称性的变化 因为它是 特一个相当的形式 但我现在有RESO 我有一个 绝对的变化 那么呢 这个时候形式就发生了变化 而且对称性也变了 原来的这个 Charge Conjugation 没变 但是它原来说 它就给变了 所以两个Blocking以后 它的Combination 没有Blocking 所以我还是有 CPT定理 所以说这个 这里有趣的是 我们知道 产能里面 你有Rawenz不变性 就保证了CBD 但是你CPT 不一定有Rawenz不变性 我们就点去一个例子来 这 只有Sample动起来 这个Effective Action 对称性是变了 P和T都Blocking 但CPT Rawenz也Blocking了 所以这是一个 点性的例子 我有CPT 但是没有这个 Rawenz不变性 所以就说 成立子物理和产能来说 不会去考虑这样的模型 但是在年纪态里面 我们More is different 我总是可以考虑这样的 那么呢 这个 对称性分析完以后呢 我就看它的这个 像图 是吧 那么呢 这就是 它的像图 我没有太 我就多出了一个像 因为 如果Sample不动 就只有两个像 动到一定程度 因为本质熟度 并不是关注 我是可以超过它的 那么就会得到 这个 一个新的像 然后呢 我没有 还有几分钟 好 那么我讲的Z等于E呢 我要Skip掉 这个 我应该 还有一个Z等于2 Z等于2呢 我也可以做同样的变化 发觉了 它是可以 恢复到 Emerging的加力量变化 我讲的加力量 都是Emerging的加力量变化 就得到这么个像图 好 我 这是对 有效产论 做加力量变化 但是 我们还要到这个 我们的这个高能理论是什么 就是在 格点上 我在格点上也得做 因为有效理论有很多局限性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参数 真正跟 那个 围观模型的 联系是什么 我们支持 对称性 来看它会发生什么 但是 你对称性的分析 只能告诉你 什么 有可能发生 但哪个发生 你还得去做 微观计算 就回到高能 高能的情况 我们怎么做加力量变化 那么呢 我就 就不回答 就不 就不讲这些细节 我唯一 讲的就是说 最后的这个 呃 成高能 或者是 经格上 我们也可以推导去这个理论 但是推导过程 我们建立了这个 参数 跟那个微观模型的联系 这是 微观理论的这个 推导的优势 对Z等于 Z等于2呢 我们也可以做 同样的 这个 计算 也可以推导去这个方程 同时建立起了 这个 这个 微相参数 跟 跟那个 微观参数之间的联系 好 那么 我做了 隔点上做了有效理论 隔点上做了微观理论 那么 把两个结合起来 就得到了 我今天想要 回答的问题 如果上普不动 这是他的相图 摩托像 和这个 Z不负 上普动起来以后 相图 会发生一些变化 会有一些新的效应 所以新的效应 我想 就是说 它会 这个 Z不负的态 会增加 这个 量子相变的点 我们知道相变 相变的指数 相变点 永远不是universal 在这三分之度 它会挤压这个摩托像 同时 我想强调的就是说 这个温度升高了 比如说 这个 我们知道在Z不负的这一边 有个有限温度 相变 三分动起来以后 它会增加 它会升高 这是有意义的 我想 我想强调的这个效应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效应 比如说我三分不动 这个温度很低 我不好测量 我怎么办 我让它动起来 温度可以 比如说原来只有一度 我可以升高到十度 十度就好测量了 这是一个practical的 有意义的东西 好 我看到年轻 盯着我 没有时间了 那么我最后的 这个结论 是 这个 我今天回答了 我想 就是说三分动起来以后 我想强调的 时空 是就 因摊骨在一起 因为加力量变化 最后的结论是 十年了 我没有时间讲了 就是说 这个十年就是 因为三分动起来 有时候有些测量不好测 你测这个transport 但是我可以测散射十年 我也可以在平台上做 也可以在这个 安用的式的 这个上面做 那么呢 你还需要考虑这些参数 我们刚才所说的参数 是不是 你十年是可以测 真的在这个范围之内 这个呢 很遗憾 有些材料是不行的 但是在冷原子里面 我可以分析去 就刚才的这个本征熟度啊 是厘米量级 那么 只要你的运动熟度 到了厘米量级 很多效应 就可以测量了 但固体呢 它要到 比那个escape velocity还要大 那很人很失望 但是 在冷原子系统里面 这个效应 因为毛泽东讲过 十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你毕竟还要对十年 做预测 这里 现在有很多搞十年的老师 一直在跟我交流 就是看怎么做这个十年 但是主要是这个温度升高 能不能观察到这个温度升高 好 那么 最后的slide 就是说 我今天讲的是 其实Anderson的伟大 是 高龙物理的 逐渐地欣赏了Anderson 因为大家没有提 但实际上Anderson 黑格斯基制是谁提的 当然是Anderson 材料里面 黑格斯安德森基制 以墨金斯是谁提的 也是Anderson提的 我想Witon也逐渐 take这个emergent的概念 因为原来量子产能都需要成整化 但是Anderson提了emergent的以后 因为高能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有效力了 Everything is effective 而且成整化全是谁发明的 其实不是KGOS 是Anderson 他没得了 我讲 这是我跟Polinsinski 在KITP谈 Polinsinski就这么说 Anderson discovered the Polinsinski 发的一地震 该对拍子 所以说Anderson 这个emergent 这个真正的始祖是Anderson 那么Anderson提的 more is different 就是三普普正的情况下 很多emergent的 quantum phenomenon 我刚才讲的 那么我的贡献是什么 因为我像高能部里的人 多学习 那么呢 我就觉得 白云斯坦的 其实他们做的完全不一样 安云斯坦做的是这个 点粒子或者是中空 或者是统一 Anderson是做的 越来越多的粒子 Totally two-operated directions 那么我现在把它接合以后 就发现这个moving sample里面 有emergent space time的效率 有很多新的效率 当然这个 我现在想 跟大家讲的这个 实际上罗伦斯不变性 你要做intanglement energy 你分成两段 做intanglement energy 就局限的这个 mixed state 这个是就没有 罗伦斯不变性 所以已经太过猛的 实际上不是一个 罗伦斯不变量 Anyway Thank you very much 好 我们感谢 叶老师的精彩的报告 叶老师是 凝聚态物理当中 非常有名的 SYK模型的提出者之一 但他今天讲的是 这个就是 这个 凝聚态物理 跟这个 时空的基本的对称性 洛伦斯对称性 相结合的 他的一个新的工作 让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 在这个研究的前沿的工作 是什么样子的 好吧 大家有没有 什么问题要问叶老师 好 后面有两个问题 我还是回到第一章 因为我觉得 这个 大家要学好 这个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对这个宇宙的起源 然后统计的学都会有 哲学上的 叶老师 你好 我想问您两个问题 就是首先是 第一个问题是 就是在您的报告中 你提到这个 Emergent这个事情 就是 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 这个邻居态中的 这个涌现的这个现象 这是第一个问题 是吧 我 好 这个 这个Emergent是 这是很好的问题 就是说 Emergent就是说 单粒子 因为单粒子是 我们知道是 量子力学 描述它的行为 一个单独电子 或者是 几个电子 或者是 原子核里面 电子也很多 但是到了凝聚态里面呢 因为到了凝聚态里面以后 很多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还有拼搁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个时候你 你去研究 单个粒子的行为 就非常麻烦 因为你 一个粒子到两个粒子 到三个粒子 你还能用电脑算 你到了这么多 相互作用的电子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会发生什么样的 尤其是在热力学级现象 会发生什么样的 这种新鲜的物理现象 这个是Anderson的贡献 就是说 在这里面会出现很多 emergent phenomenon 我说讲的就是 超流 超导 这个单电子里面 都没有这样的行为 然后出现量子货效应 这个 托普向 还有这个SYK模型 SYK模型实际上 它也是一个 emergent的这个 取现了 emergent的conformal invariance 就是说这个 SYK就是 自旋 那么多自旋之间的 相互作用 真的像浓冲一样 就是很dirty 相互作用的这种disorder 而它 发现低能情况下 会出现emergent的这种 conformal invariance 这个就 就 会 止去来 它会对这个 bug会有黑洞 就是有黑洞的信息 这就是more is different的 这个精髓 谢谢 还有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好的 谢谢叶老师 就是这个 那就刚才您介绍了 这个 涌现的这个现象 实际上就是 可能我们用物理 比较直观的理解 是不是就是 可能比较微观的那些机制 它们可以 在 可能更高的层次上 涌现出一些 一些有效理论 或者说一些更 是这样 引现的 我们强调的是物理现象 比如说相变 这个 各种各样的这种机态 这个 用什么来描续呢 这个产能的根据 我们是用工具来描续 我们更强调的是物理 所以趋现了什么样的新的现象 然后我们用有效产能去描续 产能这是一个根据 好的 那就是 我想说的是 就是比如说 可能在一百年前 就是我们都只知道 就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相互作用 可能只有 电磁相互作用和引力相互作用 那到后来我们就逐渐的对原子核 以及更深尺度的研究以后 我们可能发现了强弱相互作用 这些就是现在 我们认识到有四种相互作用 那其实对于宇宙这么大一个尺度 就即便是 我们在太阳系 或者说整个地球的区域内 也是非常小的 就是 就是有没有可能在 更大的尺度上去涌现出 由这些微观机制涌现出 更新的一些理论 或者说 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这个广义相对论 它作为一种宏观的理论 也有可能是微观机制 所涌现出来的一种有效的理论呢 对 这个 比如说这个 你讲的 我想这个陈老师 他们 还有吕宏 还有吕老师 他们也知道 这个管理相对论 它不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 它是一个effective theory 它不是一个微观理论 它是怎么引现出来的 这也是 Witton的观点 就是管理相对论 我们知道它是经典的 就像它是经典的第一项 是吧 它肯定有quantum correction 这个quantum correction 你就要知道微观理论 它是怎么从微观理论下来的 这个 在管理相对论里面 怎么引入量子 怎么引入产论 怎么时空里面 怎么引入量子化 这个弯曲空间的产论 这个都是值得探讨的 好好 我们再次感谢叶老师 我再次感谢叶老师